再来看到由郑友杰 勒嘎淑密共同指导的《太阳的孩子》 4号晚间举行电影首映会 电影真实呈现 部落在面对国家经济发展至上的政策发展底下 族人所熟悉的土地渐渐流失 而族人从修复早期的水寸 试图引水灌溉许久未耕种的土地 重新赋予了土地生命 也重新感受土地温暖的感动故事 很漂亮的饭店 这样好不好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水浸修好了 我们的田就可以活了 我们就可以跟住了 对不对 为什么盖饭店盖哪些 就有这么多的予算 只是一修水浸而已 为什么就没有一点点的予算 我们就差一点点了 我们就差这么一点点 我们相信自己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太阳的孩子电影取材自 《勒嘎淑密的母亲》 因为推动水梯田 实地富裕的真实经历 部落族人因为卖地 换进步的开发计划 而互相对立 郑友杰表示 电影不只是在蒋部落 其实也呈现了台湾 原住民族的生活缩影 从电影当中 可以看出族人 面对传统生活 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 跟拉扯 这部《太阳的孩子》电影 将在九月二十五号 全台正式上映 我们盖探电盖的一些旧